这台车其实它是一台电车 但带着一台generator 它的主角是E-MOTOR 而它的引擎呢 它只是做一个辅助的角色 哈喽大家好我是Paco 声明这台呢就是Nissan KICK E-POWER 可能你觉得这台车很陌生 因为这台车呢 还没有正式在马来西亚销售的 可能在这今年的年尾呢 它就会宣布几次它会launch 而且它是怎样的 不过今天呢 我就不会跟你介绍这台车的外观跟内饰 因为还不能 所以今天呢是跟你讲解一下 什么是E-POWER 那在影片没有开始之前呢 谢谢大家把我们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那么先说说这台车哦 从外观上来看呢 它的尺寸大概就好像HONDA和HRV 然后它是比CX-5小一点 如果拿MASTA的CX-30来比较的话呢 有点不同 因为CX-30是比较像是Coupe的 所以这台车呢 有一点像小一号的Nissan X-Rail 轮圈47寸 然后轮的轮轴距呢 跟HRV差不多一模一样 在2600多mm左右而已 所以整台车呢 就是一个很实用 很Smart的家庭车的样子 然后车头的设计 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看过的Nissan的家族脸 那么外观还不能看 内饰也还不能说 所以我们今天 只是开这里来看咯 因为这里是可以看的 OK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一部引擎 引擎是1.2L NA的 所以这个引擎 如果你觉得它没有力的话 它不是要有力的 它只是一个充电器 来给你充电力充电器 所以今天我们打开引擎盖 来跟你说说这台车的故事 早在2010年的时候哦 Nissan已经推出他们的第一台EV车 也就是Nissan Lyft 然后他们已经成功卖出了上100万台的 所以大概100万台的车主 分享出来就是用了EV车之后的那个心得就是 EV车什么都好 只是这样东西就是Range Insight 到底我在哪里充电 我充电站够不够 所以这台车就是答案 因为呢 这台车其实它是一台电车 但是带着一台Generator 所以打开引擎盖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哦 引擎是在一边 然后Battery Pack Motor是在另外一边的 所以两边放在一起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台车 跟一般的车真的有点不同了 而且呢 它的变速箱 它是用EV的变速箱 也就是说它是没有换挡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打开引擎盖之后呢 它的Battery其实它是在车尾 而这个电动机的这个Battery Pack呢 它就在这车底 所以整台车的重心是比较低的 那么Basically呢 这台车呢就是一台EV车 可是带着Generator在车 而且再带着一个FuTank在车 还有Exhaust的 就是这样子而已 所以呢 你是享受着EV的车的乐趣 而且你不会没有电 因为你也不用充电 我的Generator就是 五十五个Battery在帮我充着电 所以这台车就是这样子而已 那么车尾设计啊 看看我的身高181cm哦 这个车身就到这样子 所以这个就是我跟车的比例 所以它是不大不小 刚刚好是一个Crossover 然后车尾灯 跟那个车尾的设计呢 也会有一点小像以前的那个Nissan Juke 或者是最新的那个Nissan Extra的缩小版 OK这个车尾箱呢 打开它是没有自动的这个电门的 所以这里也没有任何的Button 可是这个位置是非常的宽阔 OK 它是比较深入 比较宽 然后有一点东西就是 通常我们在车头的那个Battery 现在它把它relocate去后面这里了 所以现在Battery就在车尾的后面这个位置 那现在呢我在这一台Nissan Kig E-Power的里面 所以坐着第一次的这台车的试驾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台车跟一般的Hybrid有什么不一样 不过呢这次呢在这支影片里面 我就不多说这台车的内饰 或怎样的 因为其实还没有Official的 就是还没有确定的 不过呢我就想跟你们谈一谈 因为刚刚我已经试过这台车 跟其他的competitor做一个比较 那competitor是谁呢 你们可以自己猜一猜有什么车是Hybrid 然后在这个100多千的价位的 那我们今天先聊一聊什么是Hybrid车 一般上我们所知道的Hybrid车哦 它其实呢都是也是有传统的引擎 和变速箱的 SoHybrid的Motor呢只是做一个辅助的一个角色 而这一次的这一台就有点不同 因为呢这一次呢它的主角是E-Motor 而它的引擎呢它只是做一个辅助的角色 也就是说它们是调转来的这个角色的 所以这一代呢其实它是第二代的E-Power 那第一代是2016年的时候已经有了E-Power 这个科技这个技术 然后那时候呢是比较大而且比较重的 来到现在的E-Power的第二代呢 它是更小更轻 而且那那KW还是更高的 所以呢一般上如果是E-Power的第二代的话呢 它的那个车的总重量是比一般的普通的 Hybrid车呢来的更轻一些 所以上Kick呢它其实也是有一个引擎前面 不过这个引擎呢它并没有负责 给你开车的 它是完全没有 固定去你的轮给你动 它只是做一个Generator的一个作用 所以任何时候呢它都会帮你Kick in 它在Necharge你的E-Motor给你行驶的 所以你可以想象得到这台车 你一个加满油缸的话呢 你可以行驶到900到1000多左右 因为呢它大多数的时候 它都是在走着这个Electric Motor的 就是用着Motor来行驶这台车的 如果我说一般上这样子开车的话呢 这台车其实是非常的平顺 而且呢它有在开着EV车的感觉 就是它有Incent Talk 就像现在我在开着平平的Buds的话 我不懂呢我要加速 我一Tuck它就是去了 就是跟一般的EV车一样的感觉 然后这台车还有一个很好玩的东西就是 它的Courner是非常的敏捷 你甚至可以在Courner那边呢加速 而且它的这个Body Road真的是很小很小 还有就是这台车它的加速感其实是真的很好 虽然它没有讲到非常的贴备 不过呢它比一般的Hybrid 车的都来得更加的敏捷 所以如果你Courner这辆车 和它的Courner的话呢 它是真的是开起来 是更加敏捷更加好玩 而且是那个动力也是更加的好的 那么因为这台车呢它没有正式的上路的 所以呢它还是保持着这个Courner的这个样子的 上面写了很多字样 我们来看看它写了什么东西 第一个exciting就是开起来是真的是很兴奋的 我试开了真的是蛮不错 可是呢它就没有那种爆充的感觉啦 它只是一个比较快的一台Family Car 然后900公里range 这个我相信是真的 因为我在开车的时候呢 它就算我不管我开多快都好呢 它的那个油震它都不会下了 因为我一直是走着我的这个存电 还有就是100% electric motor driven 这台车的引擎完全没有给你动这台车的 它的引擎100%只是给你做一个generator而已 Instant torque 就是我不需要好像一般的Hybrid车这样子 我要generate我的RPM到几时我才有这个power 这台车不用 再来就是Single Paddle Drive 它就跟一般的EV车一样 这个东西Hybrid车走不到 也就是说你油门放开的时候 它就会break 就是这台车所promote的东西 那么影片的最后呢 我们来看看这一个来自日本的大哥 Mistan 带给我们的这个E Power 到底是一个怎样东西 以后来到马来西亚会怎样 所以其实这台车呢 就是哦 如果你想买一台纯电车EV车 可是你真的还是很怕那个range的问题 或者是充电的问题的话呢 这台车就是你的答案了 就是你可以同时间拥有两个 而且你有EV 你有你的Power 你有你的Quiet Drive 而且你也不用麻烦去充电的问题 也不用在家安装这个充电桩 所以这台车 Missan Kick的E Power 你们会期待吗 留言给我知道 所以以上就是我影片的所有介绍 喜欢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以及分享 我是Paco 谢谢大家